第三题 如果呢,二元一次连离方程是 2x加5y等于7 然后呢,这是第一个式子 第二个式子呢,题目说是 y等于18 好,这一题呢 很明显的呢,这个关键点在于第二个式子 第二个式子呢,它就告诉我们 y就是18 那既然y就是18呢 我们就把第二式的y等于18 带入第一式 第二式带入第一式 也就是说呢,把第一式里面的y 带入的意思就是换成 2带入1 把第二式里面的y 这个,把第一式里面的y 换成18 就是带入的意思 2x加上6分之5y y换成18 等于7 好,再来把它约分 616638 所以呢,整个呢,可以把它变成呢 是这个2x加535 等于7 所以呢,2x等于7减15 5-8 x就等于-4 好,题目说呢,这个x等于-4 我们算出来x等于-4 题目说这个-4呢 这个x就是a y就是-4 y就是-4 x等于-4 所以a就是-4 那,y等于18 第二式已经跟我们讲了 所以这个18就是b 那我们就,题目要说呢 是a加b a加b就是-4 4加18 所以算出来答案等于-4 选c 这个选项 因为这就是红尺 2-7 1-10 1-6